哈囉 大家好 距離上一次的影片 好像過了一個月了 讓大家久等 那有追我IG的應該知道 我有一次做 那個鱸魚 法式鱸魚左右翔的那個料理 那因為擺盤死 把那個魚肉散掉 那今天我們又再挑戰一次 那大家 祝福一代囉 我們做料理之前 一定都要先 調醬 今天會用白酒 然後韓國的柚子醬 然後 因為 這個 韓國的柚子醬啊 其實算鐵 所以我有買 黃檸檬 搭配它的香氣跟一點點酸味 然後 要讓它的 醬汁有點濃稠度 然後口感比較滑順 可以加一點奶油 因為它會不會收到 然後再加一些 它會不會太多 或者是 加一巴掌 抹黑粉 然後再加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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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柚子醬 再加一點點 然後再加一點點 然後再加一點點 沾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们香油酱的味道基本上已经调好了 那现在就只是让它瘦一下酱汁 让它的口感再稍微浓稠一点 那我们现在可以瘦吃一下台面上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我们的小粉丝 他已经在等吃的 对不对 莱安 你是在等我 煮给你吃啊 再给它瘦一下就可以 再差不多三分钟左右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话可以准备帮鱿鱼抹盐 大家有看到 我的鱸鱼化已经先切好了 那我今天会用到 两小块 对 这两块 那我们酱汁也好 稍微有一点 那我们用稠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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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稠度了 那我们用稠度了 我们用稠度了 我们用稠度了 然后很快的 我们的表面已经呈现金黄色 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因为再放下去的话 就像上次一样 整个肉就会散开了 那我们就要起锅了 再放开 一会儿 一会儿 再放开 一会儿 那会儿 i know you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